三米弗这个函数其实就是统计 除了它有三的概念 还有一幅 意思就是说你要加种会有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它才去加 帮你去加种那些你要的数 比如说我们这边以一个例子 三米弗的练习 所以切到三米弗 如果这边有销售部 有开发部 或者是说你这个资料里面 这个部门这一栏里面 可能有很多个部门 但是你要针对不同部门去做加种的话 这是一个条件 OK 那你就可以利用什么 所谓的三米弗函数来加种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加种什么 销售部的话 那我可以先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那个数学里面的这个函数 里面有个叫三米弗 所以往下找一下三米弗 OK 那当然呢 有同学问说那个三米弗 底下有个什么三米弗加S S的话通常是多条件 就是你条件可能不止部门 你还有其他的 可能还有地区 或者产品 或者业务员等等的 一个以上的条件 就是三米弗S 所以概念差不多了 所以当然 因为刚刚我们这个范例题 只有单一个 所以未来如果你遇到多个条件 等于是有两个以上条件 它都同时出现 才加种的话 那你就是利用三米弗S来做 OK 那我们用那个三米弗来处理 那我的range range指的是什么呢 特别是这个range跟criteria是对应的 指的是什么呢 你那个要判断的条件的范围 不过它这个地方的说明有点怪怪的 所要加种的范围 不对吧 这个没有要加种 这要判断的范围 所以有时候常被误导 所以这个可能我觉得它这个说明文字 应该要更新一下 因为这个错已经错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的版本跟二十年后的版本 翻译完全一模一样 都没改 这很厉害 可能也没有人反应吧 因为反正所以很多人是根本不看下面的仅供参考而已 我是觉得它这个翻译 这个底下的说明有很多地方都还可以修正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新的版本 现在2013还是2116好像也都差不多 它并没有针对那些细节地方帮你修正 所以这个当然 可能也没有人反应吧 Range的话指的是这个范围 所以它一定是要一个什么 阵列 第二个是criteria 我要查什么 销售部 所以我把销售部输入上去 Some Range才是要加种的 就是奖金部分 OK 这样的话按确定 就会抓到这2500 OK 那一样的方式 我把同样的公司复制 取消一下 如果要找开发部的话 那一样你把公司贴上 把这个地方 本来是销售部的话 你把它改成所谓的开发 OK 好按打勾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你把开发部的部分 找到之后才去加 找到之后才去加 OK 这是Sumif的一个应用 OK 那这个函数 用到的机率还蛮大的 它有点 我觉得它有点像 枢纽分析表里面 它那种 枢纽分析表里面 也有类似Sumif 就是它先帮你把所有 比如说同部门的东西 先合并在一起 然后再帮你加种 在你的那个加种结果里面 所以这个概念也相似的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的工作里面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分析 你只是希望统计 你就不需要把这东西 拿到枢纽分析表 去给它分析 再拿 就有点像好像感觉 用杀鸡用牛糕的感觉 因为那个东西 其实可以处理更复杂 但是你简单的事情 你就用Sumif把它处理掉就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 除了说刚刚的方式之外 还可以用什么呢 最近使用过的Sumif 还可以 比如说这个销售额里面 如果是大于5万的话 你还可以另外一种叙述 大于5万 OK 那你移开的话 因为这个criteria 一定是一个文字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在前后加双引号 OK 然后呢 才去加种这里面的销售人员 所以26个 那也就是说 它这些都符合 所以它把这些加在一起 帮你把加种的结果 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那这个是有关Sumif的应用 当然呢 同样的方法 你也可以用VBA处理 不过VBA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有那个VBA程式 那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可以再看一下 同样的做法 可以把它变成VBA 那我们这一题的话 其实可以延伸出来 就是在那个综合练习题 这边有一个是计算什么呢 计算那个就是教师研习的统计表 那请各位另外额外开启 这个是题目 请各位另外开启这个 我们的教师研习统计表 这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是分开来的 请各位就是这个题目 帮我打开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总表 这个是有参加的老师 他参加入门的 那如果说我假设这个前面的总表 我希望知道 这个老师到底有没有参加 参加几个小时 那没有的话就零嘛 有的话就是把那边的数字 帮我带到这边来 OK 那所以做法上面的话 这个怎么做 其实用三米符 那三米符呢 同样它会有跨工作表的需求 可能一个总表 那这边是入门 那请各位 把这个 这个再按 那个拖拉按卡锁键 再帮我把计则2改成计则3 做什么呢 这个是入门教学 对不对 请你许则3里面的改成进阶 第一个进阶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参加研习时数不止一次 可能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很多次 那前面这个总表 你希望把这几次的参加的时数加在前面 那要怎么加 而且改变一下 第一个老师跟最后一个老师没参加 进阶没参加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然后编号重新编一下 一码按卡锁键 向下填满 这个全部改成两个小时好了 那如果我希望统计 这个前面这个是总表 帮我统计出第一次第二次 这些老师参加的时数 所以一般的习惯是怎么样 王庆路 第一次有没有 没有 零个小时 第二次有没有 没有 零个小时 那你可能一般人就这样做 零个小时 再来找第二个 李世勇 第一次有没有 有1.5 第二次有没有 没有 所以1.5 对不对 所以这边总共20个老师 他就比对了20次 还好只有两次研习 如果有20次的研习的话 那他不是 而且老师还好只有20个 如果200个的话 那你当然就不能这样做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题 当然工作里面有比这个复杂100倍的 那你当然不可能说 用那样的方式 那可是如果你不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事的话 请你用三米谱把最后的结果带过来 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